面对羞辱 纵使谭云心性再好 也难免生出愤怒 娘的 待会儿我要你死 谭云恶狠狠心道 接着 身形便朝北方接连闪烁十次 飞渡十万里虚空 远离敌我双方的混战区域 这远离的目的 自然是担心与夏侯哥对决之时 遭到其他强者围攻 鸿蒙图神剑阵 透过灵石 谭云发现夏侯哥已在身后千里之时 当即施展剑阵 面对羽化三重强者 他可丝毫不敢大意 他的目标很明确 以最强大的手段 与对手对决 十一柄飞剑 瞬间自乾坤界内涌了出来 如绚丽烟花绽放 朝四面八方闪电般 蹦射两千里之后 垂直坠了下来 面对这些飞剑 夏侯哥不屑一顾 谭云小儿 老朽告诉你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的 在他看来 自己乃堂堂羽化境三重 而谭云不过是个羽胎境气虫的蝼蚁 若自己连个谭云都捏不死 那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面对对方的不屑 谭云只是笑了笑 丝毫不于理会 就当夏侯哥 据谭云仅剩百里之时 以谭云为中心 方圆两千里虚空 剧烈震荡起来 却是十一柄飞剑 呈环形极速移动中 爆发出一蓬蓬飘渺的鸿蒙光幕 在刹那之间已形成鸿蒙镇幕 当鸿蒙图神剑阵布置成功之时 剑阵内虚空陡然扩张了十一倍 而原本距离谭云仅于百里的夏侯哥 忽然发现自己距离谭云 竟又有了千里之遥 然而面对这等变故 夏侯哥仍旧蔑视谭云 不知小儿 你可知老朽是何身份 老朽乃圣阶圣阵师 你在老朽面前施展剑阵 那就是班门弄斧啊 夏侯哥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环视四周 竟震惊地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出 谭云所不为何阵 这让夏侯哥的神色 不由有些凝重 不管是何剑阵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得破 给老朽破 夏侯哥犹若一轮金轮 爆发出万丈金芒来 顿时 澎湃霸道至极的金之天道之力 以他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急速蔓延而去 其所过之处 片片虚空皆在阵产之中崩塌 翁的一声 虚空站立之际 谭云化作金色水流 重天而起 夺开席卷而至的 金之天道之力 紧接着 便化身两百丈之巨 凌空立于夏侯哥之上 呼吸剑的功夫 金之天道之力 便以无可匹敌的速度 冲击在四面八方的阵目之上 然而 尽管弱大阵目剧烈站立 却仍旧完毫无损 夏侯哥等是心中一灵 好强的剑阵 谭云此时已是暗松一口气 他方才之所以没有立刻出手 就是想试探夏侯哥的天道之力 能否攻破自己的剑阵 若能攻破 则说明其拥有 越机挑战羽化四重镜的实力 倘若如此 谭云会毫不犹豫地逃走 但现在剑阵未破 那便说明 夏侯哥只是普通的羽化镜三丑 既然如此 那就干他娘的 鸿蒙是神剑 谭云一念之间 通体晶莹深邃的神剑 便从谭云眉心蹦射而出 鸿蒙是神剑军 谭云的气息 在夏侯哥匪夷所思的目光里 疯狂暴涨 由羽胎镜九重突破大圆满 直到羽化镜二重时 这才停了下来 这小子果然有些手段 怪不得胆敢和老朽单打独斗 金阳圣刀绝 下定决心速战速决的夏侯哥 一出手就是最强绝学 一柄金属性阔刀 自他口中蹦射而出 悬浮身前虚空之中 紧接着 他双臂张开 一副拥抱天地的模样 陡然间 九道巨龙般的金之天道之力 便自己体内由衣而出 在虚空里 融合成一个直径万丈的金色胶阳 将身前阔刀彻底笼罩其中 在万丈之举的金色胶阳内 一股股金之天道之力 疯狂涌入阔刀 不过片刻功夫 阔刀疯掌千掌之举时 夏侯哥大侯出声 金阳圣刀绝第九世 金刀破天 顿时 由金之天道之力幻化而成的金阳 朝谭云轰然而去 金阳圣刀绝 共分十二世 如今夏侯哥 第十世尚无法完全驾驭 而他一出手 便是可控范围内最强大的一击 谭云神色肃母 庞大的身体 在虚空中极速接连闪烁 可然间 九种属性之力 洪流般涌入了鸿蒙使神剑内 鸿蒙使神剑军 九脉使仙 九道长达万丈 蕴含九种属性之力的剑盲 便瞬间向对方斩去 如今谭云以鸿蒙使神剑施展剑决的威能 比先前用紫色飞剑施展的威力 可足足提升三倍 同时在剑阵内施展威力又再度暴增三倍 如今谭云施展九脉使仙之后威力之强 足以令方圆万里的虚空支离破碎 夏侯哥心下骇然之际 摩天剑芒已然展向了金之天道之力幻化的金阳 碰的一声 第一道剑盲站在万丈金阳之际 金阳已经瞬间遍布猪王般的裂痕 第二三道战上之后 金阳已然轰然爆碎 夏侯哥面色正硬 千丈阔刀悍然重天而起 朝剩下的九道剑盲轰斩而去 伴随武生惊天举想 阔刀势如破竹摧毁了五道剑盲 然而 阔刀散发出的气息亦是骤然变弱 最后一道剑盲撞在阔刀之上 这阔刀便碰的一声被狠狠劈飞 与阔刀心神相通的夏侯哥口吐鲜血 面色苍白了几分 而那最后一道剑盲在劈飞阔刀之后 仍旧于事不见朝夏侯哥劈了下去 刀来 夏侯哥招手之际 被劈飞数百里的阔刀 骤然缩小至半掌之举 朝夏侯哥飙舍而去 来你个老木 空剑之超 时间洪流